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竞争局面的不断加剧和变化 缅甸方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 据悉缅甸正式将人民币作为对华贸易官方结算的法定货币 特别是在两国的边境贸易活动以及稀土交易过程中 人民币都将成为首选货币 12月14日缅甸央行对外发布了第48号令 为加快中缅两国边境贸易发展 优化两国银行间结算体系 遵循符合东盟金融一体化原则的 提升国内金融货币使用流通 允许在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直接使用人民币 免币进行支付结算 12月20日 随着出口商缅甸棉花制造公司收到的首笔 预付款6万元人民币会 入类在缅甸经济银行募解分行的人民币账户 并于今日完成了出口贸易流程 中国首笔中缅编冒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 宣告成功 这则新闻意义重大 因为它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又向前进一步 什么叫做本币结算 对中国来说 我们的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就是我们的本币 同理 免币是缅甸的法定货币 缅币就是缅甸人的本币 本币结算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中国的一个商家到缅甸购买翡翠 可以直接付给他们人民币 同理 缅甸的商家购买中国的玩具 也可以直接付给中国商家缅币 这就叫做人民币免币支付结算 这个协议看起来好像双方是平等的 但是实际上却非如此 为什么 我就问一句 假设你开了一个公司 你把商品卖给缅甸人 缅甸人给你缅币你要吗 你当然不会要 为什么 第一 缅甸这个国家政局不稳定 缅币不安全 现在的缅币还处于内乱之中呢 说不定哪天就发生大规模冲突 缅币就可能大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 你存缅币不是找死吗 第二 缅甸经济体比较小 承受不住经济危机 缅甸只有五千万人 还不如我们的一个省 它一年的GDP只有七十多亿美元 而中国的GDP达到了近十五万亿美元 经济规模越大 就说明商品程度越高 扛风险能力越强 缅甸的经济体太小了 扛不住大的风险 一个大级别的台风 地震或者是经济危机 就可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 导致缅币太贬值 在这种情况下 你存缅币干啥 拿着人民币什么都能买到 拿着缅币能买到的东西太少了 而且还有贬值的风险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缅甸人和中国做生意 他肯定也会要中国人民币 而不想要缅币 因为人民币比缅币更安全 而且能买到各种他想要的商品 所以缅甸央行宣布 边界地区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支付和结算 其实是向中国单方面让利 那么缅币政府为什么要给中国让利 美国加息在即 缅甸为了避免受到冲击 也有必要和中国进行本币结算 2014年的时候 美联储就开始叫着要加息 然后缅甸的外汇储备就直接被斩腰了 现在美联储又要加息 缅甸的那点外汇储备 能扛得住吗 所以还不如允许企业和老百姓 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储备人民币呢 自从缅币内乱以来 大危机叠加制裁 根据试航的预计 今年GDP将下降18% 这是建国以来最恐怖的下跌 即使在1988年 军政当前时期也有百分之 负7.6 远远不及今年的凄惨 为了尽快恢复经济 缅甸不得不向中国靠拢 毕竟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到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全球重稀土有一半都是出自缅甸 所以稀土是缅甸重要的收创来源之一 同样缅甸也是中国稀土的主要进口国 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 中国一直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两国的贸易合作不断向前推进 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这对于两国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也促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 早在2019年1月 人民币就已经为缅甸官方结算货币 但在接触和贸易中 美元依旧占主导地位 今年10月 缅甸央行准许当地银行 以及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 进行人民币兑换 为启动该项目 将向银行系统投入大约20亿元人民币 约合3.14亿美元 相当于缅甸编冒额的三分之一 今年的缅元贬值超过了33% 最高峰值一度超过60% 基本上就是亏钱做买卖 把人民币当作结算货币 起码在经济创收上不至于没钱可赚 目前俄罗斯 蒙古 越南 老挝 白俄 韩国等十个国家 已经和中国进行了本币结算 现在缅甸又正式和中国展开本币结算 毫无疑问 这算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重大利好 它拥有极大的师范效应 它会凑紧整个东盟十国和中国展开 基本结算的步伐 而东盟共有4.5亿人 超过整个西欧的人口 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圈 目前 人民币在东盟十国中 已经是其中六个国家的结算货币 除了缅甸以外 还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新加坡 和老挝 从趋势走向来看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11个月 双边贸易额为5.1万亿元 因此 未来人民币有可能再度得到东盟青睐 唯一变数的是两个国度 一个是越南 一个是菲律宾 越南这个国家 由于很多历史原因 所以 东盟国中呢 与咱们的关系相对的一般的 不过 有意思的是 经济方面 它却处处学习中国的经济 因此 把未来 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还需要观察 菲律宾由于是美国的盟友 在对外政策上是 两面双刀的一把好手 既不想放弃经济利益 也不想过度压住 这几年 和咱们的关系 虽然回暖不少 不过 仍然有很多不利因素制衡 当然 大事不可逆 咱们的经济崛起 在东盟眼中 已经不容争辩 但是 人民币能够走到什么程度 这些成员国还在观望 美国 每烂印一次钞票 就是对美元信用的一次打击 世界 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就是对美元霸权的一次打击 2008年的次贷危机 拉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 202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每一次危机对美元来说都是危 对人民币来说都是机 金融资本的水很深 中美对抗的表象是两个国家对抗和世界霸权的演变 从核心来看 实际上是中国与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财团的对抗 首先避免中国经济和政治重走美国的老路 经济被美国财团控制 经济上就会沦为美国的附庸 目前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 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股权和资本运作 逐步控制一系列中国企业 现如今的韩国是最典型代表 其目前国内主要的财团三星 已经逐步被美国华尔街控制 三星是韩国的 韩国是三星的 三星是美国的 美国是华尔街的 中国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对国内独角兽企业的强化政治导向 就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 其次 可以人民币的国际化 还可以阻断美国的资本渗透建立资本防火墙 通过与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货币 互换或者是实现交易的人民币结算 可以减少对美国的使用 同时也可以减少对外汇储备的依赖 从长远来看 如果继续依赖大量美元作为外汇储备 中国既然承担美元本质的风险和国内经济受影响导致通胀压力增大 每一次购买或者是加持美国国债就是帮助美国实现国内通胀转移 而且将直接导致中国国内通胀压力的上升 最理想的状态一定是将外汇储备维持在一个安全线即可 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 避免金融资本通过美元和美国国债进行经济收割才是上策 从经济的安全角度讲 我们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里面既有对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也有美国的疯狂打压 金融资本的水很深 目前美国所建立的世界霸权 短期内崩溃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去应对 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要打压谁 也不是要像美元一样损然利己 实现对全球的经济收割 我们现阶段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突破美元霸权限制 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独立宣言中的美国已经灭亡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属于财团的国家 它的美丽永远不属于普通老百姓 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成为下一个美国 而是要做真正的自己 做到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 并为之而不断奋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